喔!這次很棒耶! 這已經是我常吃的那幾家牛排館的等級了 這應該是我覺得大家有複合作到現在最好的合作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阿宇 又來到我們每週三的美食系列 那今天呢,不是連續吃一個禮拜的什麼東西 或連續吃幾天啊 那個系列還是會拍,只是因為化學延伸是太久了 那最近加上有點帶墮期 所以之後會拍,之後會拍了 我有看到很多人有投稿,那我們會做籤來抽這樣 那今天呢,我們是要來幹嘛了 在前陣子,八比偶然就是在我們工作室樓下萊爾夫 看到說竟然有禁牛排 然後今天我要去買泡麵當宵夜的時候 哇!真的有牛排耶!而且還蠻大份的 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那個萊爾夫跟玉鶴食品合作的系列 然後他總共有出六款牛排 那目前我只看到現場只有四款 首先這是骰子牛 其實數量算是蠻多的 然後他要價一百九九塊 老實說跟那個頂烤差不多價格 現在只要看在於說他到底好不好吃 然後再來下一個 下一個是我們的大塊肩胛沙朗牛排 一百九九塊 這個大小大概就是那種 你去一般的牛排館 大小差不多就是跟他們一樣的 他們可能會再大一點 可是這個不輸 然後再來是美國牛五花火鍋片 這片數也不少 應該二十到二十五片左右 一百二九人 那他都是那種冷凍的 頂烤或者是全聯的話 他們是直接就是冷藏的 然後再來是安格斯嫩煎牛排 他就比較小 可是他是安格斯牛排 安格斯牛排其實都蠻好吃的 然後這個的話是 九九塊 大概是一人份一餐其實是非常OK的 忽然覺得可以吃一個禮拜的 賴夫的牛排 我們等一下就是先存煎 因為我的料理技術也沒有到free的等級 也沒有像濾口 我們先存煎就好 我們再來看看說 賴夫的牛排真的會 跟一般頂好啊 全聯他們賣的那些牛排 吃起來感覺到底差多少 好啦 那夠夠 來 我們來到了我最愛的廚房 好 我們先把這幾塊拿去退冰 我大概會退半小時左右 好啦各位觀眾 如果這部影片突破一千喜歡的話 我就拍連續 擦天吃賴夫的牛排 那就看各位有沒有想看了 好啦 那接下來我就稍等一下 好啦 我們牛排牛肉都退完了 看起來不錯耶 我們先處理我們的 沙朗牛排 我想要我先幹嘛 我要先調味 其實他別的顏色沒有很好看 我覺得沒有那麼鮮紅 可是有可能也是退冰的感覺 不一定 我們先幫他做一點調味 我們再加點玫瑰鹽 黑胡椒 義大利香料跟蘿蔔葉 加點鹽巴 再把兩面都要 抹一下 然後兩面都抹一下 喔 香耶 香 哇 應該可以了 應該可以了 來 往上 唉唷 好像還不錯喔 好 剩下的部分 我們就在外面 來試吃看看這一塊 沙朗牛排如何 好 我來試吃看看 我們的那個 萊爾富的沙朗牛排 這樣看起來其實還蠻不錯的 我覺得前面幾道不好剪 後面其實都蠻嫩 所以剪 一剪就剪開了 來 我們來吃吃看 這個 你看這個色澤感覺不錯 好吃欸 真的好吃 它比外面的餐廳 賣你他媽超貴 的那種好很多 然後 又做得不好吃 這好吃多 它介於 夜市牛排以上 然後 高級餐廳以下 的程度 跟一樣有差不多 可是我覺得 萊爾富進到這種程度的 我覺得很棒 來 軍長試試看 好 好帥 是不是 接下來下一個 我們換骰子牛 各位 接下來是骰子牛 好 它油化起來還蠻漂亮的 我們先 把它放一些鹽巴 胡椒粉 那一類的 接下來來煎我們的 骰子牛 啊 好 應該可以了 來 上菜 好 接下來是骰子牛的部分 喔 芭比你覺得怎麼樣 你剛剛吃了一塊 它比較有嚼勁 喔 但還是蠻好吃的 我應該很難用 可以喔 我來試試看 開動 還好我剛剛有在煎一下 一開始 我剛剛煎的時候 其實有點難用 然後我剛剛想說 那我們再煎兩三分鐘 現在咬下去 它是很軟嫩豬盤的 喔 奶油是真的不錯耶 分數夠 因為它說它這樣的分量是剛好給一家只吃的一餐 就是他們可以用成一道菜的那種分量 橘總來吧 這是骰子牛 我覺得還不錯 你試試看 你覺得怎麼樣 偏硬 那你再吃一塊 再吃一塊會不一樣嗎 真的會 偏軟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煎得不好 你煎得不均勻 有些比較 你吃偏軟那個是比較 再熟一點點 我覺得偏軟比較好吃耶 對 偏軟比較好吃 偏硬的會有點太硬 對對對 沒錯 但是我煎的關係 所以我在這裡再吃一塊 會不一樣 可是它肉質是不是還不錯 以後我們要買牛肉 直接去樓上買就好了 所以這集在拍什麼 就是試試看哪有份牛肉到底好不好吃 這麼無聊 還好啊 順便大家喜歡 我們就看點閱率囉 好 下一個 下面一位 耶 這個 油花差不多超多耶 這是它的那個牛五花 老實說這份量其實蠻多的 下一點奶油就好 我想說 可以提味 然後用炒的方式進行 這個可能就 這樣吃其實沒有那麼適合 但是沒辦法 因為我沒有準備湯頭那一切 我就用這個方式去用 好 我們起鍋了 開吃 它的五花的那個 那個油花你知道 多到真的不用下油了 來我試試看啊 各位 喔 火鍋 火鍋下去很燙 欸幹好吃耶 好吃 超嫩 可是我覺得它更好的煮法是 用火鍋來燙 火鍋會比較好 各位有沒有吃過雙醬牛肉 它的韌度大概就跟那個差不多 來來來 很屌 你用什麼 你用煮的 水煮 我用煎的 真的假的 你用煎的 你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可是好油喔 我吃下去會不會多六公斤 會 怎麼樣 是不是很嫩 好吃耶 我覺得比剛剛前面兩種的風格又不太一樣 可是我目前最喜歡還是第一個 目前我排名是三兩千 然後再來是這個 然後再來是那個賽子牛 我的排名是 這個先 牛花第一名 然後沙朗賽子牛 我給你倒過來 來 接下來最後一個 安格斯牛排 來 我們音樂請下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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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格斯黑牛 喔 安格斯黑牛 你看它的油花分佈的其實滿美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唉唷 好像可以喔 好像可以喔 來你吃吃看 好 上 各位 最後一道菜 安格斯黑牛 這道菜 79塊還在89 你覺得怎麼樣你先說 我跟你講超嫩 喔 超嫩 原來是牛肉好吃的部分 你看 牛油桶在高級餐廳吃的感覺 成果 這個很厲害 這還要最便宜耶 喔 真的很棒耶 這已經是 我常吃的那幾家牛排館的等級了 我喜歡吃牛燒味 它牛燒味有一點點 它比較有味道 對 它更有牛排的感 味道跟這種好吃 這應該是我覺得萊爾夫合作到現在 最好的合作了 今天這個就是整體整個下來 就是吃了萊爾夫的就是各種牛肉 目前我覺得我最喜歡就是安格斯黑牛 然後第二名是沙朗 再來是牛五花 骰子牛 我第一名也是安格斯黑牛 對不對 很好吃 第二名是牛花 第三名是沙朗 第四名是骰子牛 其實大家應該都感覺應該都差不多 因為這個安格斯黑牛真的很好吃 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你們家附近的萊爾夫門市購買 之前沒發現是因為樓下沒有進 然後是最近才進的 所以應該陸續 很多家帶有夫應該都會開始進貨 沒錯 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買看看 真的好吃 而且 因為變商店 就很方便 所以假如變商店就買得到的話 真的不用特別還要去菜市場 或者是頂號 全聯買之類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來的混牛排食的影片 我們非常滿意 很棒很棒 那如果你們喜歡今天影片的話 記得按喜歡 訂閱還有分享 可以訂閱頻道還有大家的頻道 訂閱還有訂閱 然後按照我們FV 追蹤我們社的CREB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記得是吧禮拜 掰掰 會不會 7 電視 2 2